今天呢我们说一下怎么去增加真实人物的皮肤质感方法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简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一个东方女性的一个肖像啊 我们下边看一下 Flux在生成它的时候呢可能会在皮肤上的做一些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这个胶质感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呢来增加一些皮肤的真实的质感 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放大来看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我们可以增加这个皮肤的一些纹理 这样可以让它看起来不那么油光增亮啊 更加的自然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下边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叫大家来实现 那首先呢我们来构建一个Flux的基础工作流 那我们把基本的属性给它调好啊 分辨率呢你首先得调好 因为我们是肖像嘛 所以说你可以是3比4的啊 当然你可以是竖屏的 这个呢我就用768乘1024模型啊 其他的我们都不动 好下边呢我们来增加采样器 然后把该连的都给它连上 这样这个工作流就好了啊 下边呢就是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提示词的话呢 我们同样是用提示词生成器来生成一个 很多人问我提示词生成器怎么生成的啊 大家去看我的视频里边有一个那个语音克隆的就是F5TTS那个视频 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看它的后半段啊这个里边呢会有对应的提示词生成器的训练的过程 这个关键词我们写一个啊 呃一个漂亮的女孩 当然写到这就行啊 后边你可以加修士词啊 比方说长头发大眼睛刮子脸 我说你都可以写啊 然后呢我们来加一个叫真实质感的皮肤运行一下啊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一段提示词 下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拷贝到我们这个提示词的这个输入框里面啊 下面呢我们直接来生成大家看这效果 哦这个我忘了调参数了啊 我来调一下太着急了 啊这样就可以 大家现在看到就得到了一个女孩的这个肖像啊 大家会发现她的皮肤是非常明显的 有这个三角质感的或者叫磨皮的这个感觉的啊 首先要明确就是我们在用不同的这个提示词的时候 这个人物呢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这样说不太准确啊 是说我们在生成不同人种的时候 这个皮肤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啊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我现在重新加载一下这个工作流 然后我把种子给它fix掉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提示词里边将这个东方女性的这个部分呢 给它去掉 然后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那这个时候他生成的应该是一个就是西方的这个人啊 很有可能是美国人或者是啊 哪个地方的大概率呢就是白人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西方女性的一个效果 他同样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啊 他这也会有一些胶质感 但是他皮肤的纹理会有一些 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糊啊 可能是这个叫真实质感的皮肤给它造成的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 在你用不同的这个人的时候啊 这个效果呢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讲啊 这种胶质质感的都是存在的 但是西方人物呢会稍微的好一些 东方人呢就很明显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呢我们还是以东方人物为例来给大家做这次的实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就是Laura的加入 其实呢会使整个的这个图像的生成呢 他的这个原式图片也会变得不太一样啊 因为呢我们都会发现啊 这个Flux原生的这个图片 大家会发现这个人物的这个长相啊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说大家不太喜欢 或者叫一眼AI 就是我一眼看上去的就是个AI人物啊 所以说呢我会加入一些Laura 我常用的呢当然就是小红书的 第二版的这个Laura 这呢我回到0.8 那采样呢我们来调一下 调成DIS和Beta 好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啊 大家感觉一下图像的区别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小红书Laura的一个效果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皮肤上的话其实也会有些纹理啊 如果你叠加的Laura越多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 比方说我们再来叠加一个我们自己训练的Laura 这个呢我给到0.5 那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对于皮肤的这种伤害呢 可能就更大 对吧 我们训练Laura 由于它的rank值比较小啊 所以说在细节的方面呢 就会出现类似于这个模糊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更多的纹理呢可能显示不出来 这个呢我就建议大家啊 就是尽量的少用Laura 尤其是这个30多超的这种Laura 那么对于人像的破坏其实比较大的 尤其是你在追求这种啊 比较真实的皮肤质感的时候 它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啊 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你可以通过抽卡来得到 可能更好的一个原片 那有人会说我们为什么会在原始图像上 下这么大的功夫 是因为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啊 你生成了一个质量不太好的片子 然后你再去去调它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你的原始图片质量会比较好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调起来可能效果会更棒 这个基础很重要啊 基础好了 你的调整手段才更加的有效 比方是这张吧 我们现在把它固定住啊 那这个脸上的头位比较少啊 我们的第一张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脸上的碎发太多啊 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干净一些 那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些皮肤的纹理啊 只是说不太清楚而已 那首先你要做的第一点呢 是增加细节 增加细节呢 其实就可以用我们的detail diamond来做 这个节点呢 我们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它主要有三种增加细节的方法 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去细数了 我下面就直接去用就行了 那首先呢 我们先用一下比较复杂的这个啊 第一个节点 叫detail diamond sampler 这个节点的话呢 我们需要串一个sampler 然后连过来 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啊 我们得换一个采样器 这儿呢 我们换一个custom sampler 把这个采样器给它换掉啊 这个种子呢 我们需要给它保留一下啊 然后这个就没用了 这个的好处就是sampler可以直接连 我们可以加一个基础的sampler 然后同样选择dis 然后sigmas呢 我们可以选择 basic scheduler啊 这儿选beta 这儿可以25步 cfg呢 当然我给1.0 然后我们把种子还原 fix掉 这样它生成的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我就不试了啊 下半我们就说这个怎么去连上啊 那其实呢 就是将它和sampler给连起来啊 这个sampler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给这儿连上 然后再连回来就可以了 注意啊 这儿这个model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输出给它连一下 为了看的清楚呢 我们把它存一下啊 把它拷贝一下 粘到这儿 方便我们去对比啊 下边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再看一下啊 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张这个图片 你去看的话呢 它会增加一些细节啊 但是这种是不太明显的 如果你觉得它不太明显的话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啊 Detailer 比方说我们再增加一个 Dying Sigmas 这个时候呢 就会比较明显啊 而且往往是比较过度的来增加细节啊 那我们加了这个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生成的这个图片会明显的 有一个锐化的过程 来看一下啊 个个的皮肤的这个质感也有了 而且头发呢 也变得比较多啊 就是这个地方呢 你就需要你去控制啊 有人说呢 我一定要有两个节点的 当然不是啊 你用一个节点也行啊 刚才这个不太明显 是因为我们这儿可能用了 Smos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想用一个节点 比较明显的话 你可以把Smos关掉 一个节点可能也能比较好的达到效果 那这个呢 就比刚才那个可能要好很多啊 那如果你要用两个的话呢 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 给它调的稍微的少一点 这个有两种调整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值给它调小啊 比方调到0.03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好很多是吧 然后呢 你可以再调小 或者我们将这个值调到0.2到0.8 我们再来 其实这个效果已经不错了啊 只是碎头发太多 再看一下啊 这个呢 也还可以 还是头发显长多是吧 再调一小一点吧 我们给到25 或者2吧 没有什么标准啊 这个只能看着来 我现场去跑工作流也只是这样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碎头发啊 所以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话题 就是我为什么不选第一张 我刚才说的碎发太多 如果它本身碎发就多 然后你再去增加细节的时候 那个碎发就更多啊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增加了一些细节啊 那我们直观上去看这两张图片 其实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增加它的这个皮肤的细节质感 这最关键的会用到一个节点啊 就是一个滤镜 叫Fill Filter 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V2 一个是V1 当然我们会选择V2版 在这个V2版里边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啊 它可以增加一个电影的滤镜在里头 就可以让皮肤更加的真实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呢 其实是来源于这个叫Layer Style Layer Style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集 它集成了很多的像滤镜啊 或者photo里边的一些操作啊 大家可以去安装一下这个节点 大家会发现它的输入呢 我们是需要啊 有这个一个图片和一个Depth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给它存一下 这我用SET啊 存了一下啊 这叫Render Image 然后我们把它取过来 GET Render Image Depth 我们就用这个Depth的处理器就可以啊 Depth anything 这样呢 我用768 然后我们给它连上 我们先来看效果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增加了叫电影质感滤镜的一个效果 大家会发现皮肤上的确会有很多的细节啊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参数稍微做一下调整啊 首先呢 就是这个方法这儿 我们还是选用这个Film Graner啊 别选这个Fast Fast呢 其实不太精致 对吧 肯定肉眼看不出来 但是你去细看的话 这个噪点生成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这个明显就好很多啊 那边有些像我们需要去调整啊 像这个Blairs Dreams啊 就是这个模糊的这个强度啊 这个别给这么高啊 随便给一个就行 因为其实呢 我们并不太需要 它有很强的这个模糊质感在里边 Depth这个值呢 也不用这么大啊 给0.2 然后别的呢 我们稍微调一下 这个呢 我们给到0.3 这个也给到0.3 Power可以稍微的降一点啊 这个密度的话 可以小一点 我们大致这么调一下啊 主要是目测这个生成图片的效果 你看一下 现在呢 这张图片其实就比刚才呢 要好很多 对吧 它具体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参照一下 它这里边有具体说明 怎么去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这有中文的这个说明 你可以点开它 然后它每一个这个节点添加的时候 都有一个这个对应的列表啊 所以说你在这搜一下啊 Lear Filter 是吧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层的这种滤镜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有这个Lear Filter的这个对应的节点啊 你可以往下找 看Film的部分啊 这是那第一版啊 你就看第一版的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是VR 我们用的其实是这个啊 你看它每一个其实都有啊 就看看是啥意思啊 没有必要去记啊 这个就是试着来啊 也没有人真正的去记上每一个是多少啊 一定要调多少啊 那我们大概呢就得到一个效果比较棒的一个图片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会考虑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增加一个噪点啊 所以说呢 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个节点 叫做Blind Noise 看一下啊 这个呢 其实是将一个噪点给它增加到某一个图片上 增加噪点也会增强这个皮肤的质感啊 那比方说呢 那我们现在要给这张图片来增加这个噪点 噪点它会自动加上 关键是这个Mask我们要生成啊 Mask生成很简单 但是你要注意啊 把眼睛和什么和这个嘴巴给它去除掉 包括眉毛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Person Face Landmark Mask Generator啊 这里边可以生成脸部的各种各样的折罩 首先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全脸呢 我们只要脸啊 然后我们preview一下 这是面部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生成一个 这个是生成眼睛的啊 脸部的关掉 看一下啊 眉毛眉毛 眼睛眼睛 嘴巴 然后呢 用它减它 Mask Operation 是吧 大家用一下这个啊 是Impact包里边的Operation 然后PixOS Mask减Mask啊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Mask上面剪掉第二个Mask 那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需要的遮照 那连过来就可以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输出 那其实呢 我们是在这上面又增加了一些噪点啊 很明显这个噪点可能有点什么 你比方说觉得有点多 那你可以将这个值呢给它减小 我们给它0.2 然后OpCt呢 可以保持20 这个噪点的数量呢 你可以给它减少一点啊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就没那么厉害啊 这个取决于它原始噪点的这个数量啊 如果它这本身就比较多 那这可以适当的减少或者不佳啊 为了能体现出来这个增加真实皮肤质感的这个效果呢 我还是尽量的让它猛一点啊 所以说呢 我就保留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增加了整个的这个操作之后呢 这个和原图去对比啊 那的确呢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真实的皮肤质感在里边 那这里边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用到的呢 其实是三种技术 第一种呢 就是来增加这个细节 增加细节是增加噪点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然后你如果觉得一个部分太强啊 你可以适当的剪掉这个对应的内容 比方说我们去掉一个lion sigma 那你看这个图片其实就变得操点比较少了啊 这个感觉可能你觉得可能就好很多啊 那个刚才那个的确可能有点有点多了 是吧 然后下面就是你可以调整这个地方的啊 这个power是吧 给到0.05啊 色相的部分这个你也可以调一下啊 如果你觉得它有点太偏那个电影的那个质感了 你可以再调一下啊 这个可能就更白一点是吧 这俩更接近一些啊 整个的这个滤镜的色相的这个影响的部分呢 就没有那么这个我就不调了 因为我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不断的去细调的操作当中啊 那我们最终的效果就这样 你注意啊 所有的我这个环节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增加啊 减少调整啊 并没有一个最终固定的一个参数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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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谢谢大家